好了吗 外出旅行时有什么物品是必须要带的 牙刷 还有什么要带的 牙膏 护照 茶叶 书 书 信用卡 记录的本 牌子用品 哇塞 你这么大的惊喜 酷 嗯 那我问你是去哪里了 你知道妈妈咱们这次去干嘛 杜明月 杜明月 不是杜明月 杜明月 也不是杜明月 还是杜蜜月 杜明月 我敢带了一个对剑 走了妹妹 我们今天在游艇好不好 走了 上船玩啊 上船玩啊 妹妹乖乖 好好配合姐姐就给饼蛋 巧克力饼干啊 饼干 饼干饼干饼干 对方最喜欢的海鲜呢 他全喜欢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出产 三文鱼和这个 清口碑啊 他的做法非常简单 好像就是清水滴一下 然后就挤点柠檬汁 那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非常好 这个吃完之后 垃圾不要乱丢 知道吧 要吃起来这么美的地方 这么好的环境 垃圾是不能乱丢的 知道吧 吃一个清口碑 再丢回到 养殖清口碑的这片海域 它会成为这个大海的一部分 然后也成为大海的养分 就是自然的东西 还还回到自然里面去 不去扔的时候 我觉得更适合 快啊 二十年快乐 漂亮的妈妈和帅的爸爸 哇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不知道他会说这个 他其实知道是跟我们出来玩 我说因为这个爸妈妈 当年结婚的时候 也没度蜜月 说这次我们二十年了嘛 说一块出来 算补一个蜜月 多多是一个 特别特别贴心的一个 就是他很会去照顾弟弟妹妹 好不好吃啊 好吃好吃 你爸笑一个呗 假笑是这笑一个 哎呀笑得太假了 这次是我们一家四口 第一次出远门 妹妹总体表现不错 因为有时差嘛 再加上旅途 可能她也挺疲惫的 然后给她彻底 她们生物中有点打乱了 所以她小孩有点闹 姐姐 姐姐 妹妹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她喜欢吃饼干和买奶 还爱吃饼干 得 generous 雨 待会自己的 多多小时候睡觉的时候 我就这么抱她 我就问多多 小猫怎么叫啊 喵喵 小狗怎么叫啊 浪漫啊 啊啊啊啊啊呀 咱们一起坐飞机来的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算是第一站开始 我跟孙丽我们两个人 是1995年两个人在一起 相爱在一起 然后不知不觉过了20年 一会儿下下妹妹 一会儿下下 然后呢 一会儿唱一呀一呀 爸爸给你个吃的 你拿着手里 给他拿一个就好了 拿着这个妹妹 好了 OK 然后呢 不知不觉20年 好 这个给姐姐 好 给姐姐拿着 不知不觉就20年 说实话 今天早晨 我跟孙丽才第一次 戴了结婚的戒指 我挺惭愧的 20年连个戒指都没给人买 真的 真没买 不太习惯戴戒指 只是习惯对方 1995年10月24日 我与孙丽相恋 至今整长20年 我们是2004年 与他们结婚 可我们一直把20年前 相恋那一刻 当成两个人的纪念日 因为我们都相信 一切 是从那一天就开始了 这20年 我们从青春到成熟 从种下入初秋 我们彼此习惯了对方 甚至爱 都成为了一种习惯 今天是2004年 4月8号 是你师父我 跟你师姐他 师姐我 两个人结婚的日子 我希望孙丽能够 你们两个快乐幸福 孙丽一会儿落跑 你去照顾我吧 好 我特别感谢 今天来的所有 感谢我的 家人 特别感谢孙丽的 爸爸和妈妈 生这么一个好女孩 让我们享受